实习记者苗思瑶综合报道 新竹棒球场工程连环报 回顾2022年7月22日球场风光开幕 当时还找来总统蔡英文 前新竹市长林志坚一同见证 没想到开打短短两天就造成多名选手受伤 球场也爆出许多缺失 如今又在球场挖到废电线、砖块 媒体人黄阳明7日就在脸书贴出2021年时 12月期间新竹棒球场施工的照片 让他直呼真是人在做、人在看 黄阳明在脸书提到 他使用Google Earth去搜寻新竹棒球场 可以找到一位叫新竹人所PO的照片 有许多都是从附近大楼拍摄新竹棒球场的施工状态 黄阳明转贴其中三张张片 拍摄时间点依序为2021年12月 2022年1月及2022年2月 黄阳明指出这三张对比一下 可以看到第一张的球场外野区除了土堆外 还有一堆看似植物、垃圾之类的废弃物堆放在场内 不太像是原本棒球场内部就存在的 黄阳明接着说 第二张就看不到第一张的那些杂物 第三张则是已完全整平 当然 只看这些网路上的图不能证明什么 然而就在此片文一出 马上又有网友将2021年10月近距离于棒球场内拍摄到外野区废弃物的系列照片 投稿至Google Map上 这让黄阳明忍不住直呼 真是人在做 人在看 呼吁具家营造公司 爱意康公司 以及林志坚前市府内负责督导、监工的人 好好想一个回应吧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